那么在现代我们小臣也不许 儒家道家也都舍弃了 一下就想入大乘佛法 难怪他不得其门而入啊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的传统文化 古典文学 是人间的快宝 这个东西如果要是舍掉了 实在是太可惜了 所以前年我在北京 破老给我谈到这个问题 他们这些老人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 很希望在中国办一个古籍的学校 他们想得很好 培养这个传统的学术人才 要从小学培养起 小学生用从前的方法就叫他读诵了古籍 曾经有八大老人 八位大老提出这个简易 在报纸上还登了文章 他们剪下来给我看 但是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成就 最困难的一段事情 就是很多学生家长 想到如果叫小孩去念这些古文学 将来出路怎么办 也就是他所学非所用 现在一般人都去搞这个科技 科技的出路好 待遇好 很容易致富 念这些古籍 念了之后将来做什么事情 想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不能下去 那么我们也常常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 我倒有个想法 这出家人都作私 出家人可以把这个事情 核担过来啊